而为了要帮助生障者降低维修扶具的负担 花莲县扶具资源中心是扩大补助范围 让一般民众也可以请领维修材料费1000元 而中低收入户等身心障碍者则是可以补助3000元 还有专业的技师来协助修理 花莲县政府委托门诺医院承办的扶具资源中心 各式扶具从轮椅到拐杖还有电动车 转业技师全都要会维修 而最厉害的没有零件时必须自己找替代品来更换 因为种类太多了 扶具种类太多 所以在维修跟清洁跟保养上面可能时间上会 还要改装对不对 有一些已经没有人家想办 对对对 就是拿其他的小零件来套用 根据花莲县扶具资源中心的调查 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去哪里维修扶具 此外修理费也常造成了使用者的负担 因此扶具中心扩大补助维修材料费 如果经济师判定需要更换零件 以不超过扶具的半价为限 补助的金额是一般或是补助上限是一千块 那低收中低收跟领质量津贴这些人 我们是补助他最高上限是三千元 那其实我们的现在目前的那个在案量 大概五千多个人 那其实蛮多是需要扶具 但是他其实没有领生性障碍手册的 民众也是有的 补助的金额一般户是补助上限一千元 中低收跟领生脏津贴 以及中低老津贴这些人 补助最高上限是三千元 不过这一笔补助金总经费只有八十万元 外界也相当担心补助金很快就会用完 对此补助中心表示 会是个案的经济与补助维修情况 在寻其他补助管道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